朋友们好,我是三妹 我们楼顶菜园采用养龟种菜的模式已经有五六年了 你看一下我们都是用这个养龟水来淋菜的 整个楼顶菜园的菜都长得非常好 不缺这个肥水 每天都是用这个养龟水来淋菜 养有几十只的这个石龟 主要是石龟这边的 我们舀了这个水就加入新的水进去 那有朋友问我们用什么来喂这个龟呢 主要的龟的食品呢主要是饲料 食上龟的话吃的东西很杂的 可以吃龟饲料,乌龟饲料 也可以吃一些小鱼小虾啦 猪肉皮啊动物内脏等等 我们主要的是喂这个龟饲料 还有呢平时的话 除了喂龟饲料之外 种有这个青菜也会丢一些青菜给它吃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龟池 菜池底下这个乌龟池里边也丢有一些青菜给它吃 我们养的是石龟 我们养的是石龟因为楼顶菜园的话呢 养的龟的话的品种适合养的又养一些耐热的龟 像石龟啊火焰龟啊炒龟啊这些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主要是养石龟 因为石龟的话它这个比较好养啊 它少比较少病的 而且它也是比较耐热的 它养在这个楼顶的菜池底下 都比较好养 除了喂这个青菜 平时我们挖这个菜地有一些叫这个好像是叫地老虎的 我们也也给一些它吃高蛋白哈 它都是它都会吃的一些虫子啊青菜的虫子 你看这次唯一的一只墨龟它也想爬过来吃了哈 所以为了一些从啊这个地老虎挖出来的也给它吃 它都很爱吃龟饲料青菜虫 还有一些那个猪肉的 平时买那个猪肉啊 有一些猪肉皮啊 平时那些有一些杀个鸡啊 有一些动物的内脏啊都吃 然后我们这个乌龟呢是 已经是产有待我们孵出这个小龟 小龟的话先用这个养殖箱 也是为这个小小龟饲料主要的哈 嗯刚 还有呢呃在菜地里边也挖到一些蚯蚓的话 也给一些蚯蚓给它吃这个小龟 大的也吃小的也吃这种蚯蚓哈 它很爱吃你看一下这两个乌龟 在抢这个蚯蚓都非常的那个生猛哈 这个是我们养的这个乌龟头苗哈 就是7月份孵化出来的这个乌龟头苗之前 都跟朋友们分享过这个水孵化乌龟的这个方法 啊这你看这两个龟抢这条蚯蚓 我们这个小龟就放在菜池底下啊 它能够晒得到太阳 等它长大一些能够铲淡了三四年这种乌龟 四年之后铲淡了我们就放到菜池底下 因为菜池底下配有这个啊 沙池它可以进来铲淡了 就把它放到这边啊 让它来能够在这一沙池这边铲淡了 好像这个也已经是进入铲淡期了 这边是绿水 有的同学说这个水很脏 绿水呢是养植乌龟最健康的水 有太阳晒到它就会变成绿水了 那朋友们对啊 呃楼顶养龟种菜 这个龟怎么养 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的话 可以在评论期告诉我 你看用乌龟水淋出的菜都是很嫩 很好的哈 那那这一期的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了 啊乌龟的胃胃的食物哈 如果朋友们觉得三妹的分享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